晚上睡觉多梦怎么办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曹鸿梅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做梦是我们每个正常人都会有的 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会记得 大部分的时候可能我们早上起来就记不得了 这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的睡眠周期 有潜睡深睡和快动眼期 首先还是要给大家先吃个定心玩 就是我们说做梦是一个正常生理现象 不要因为做梦而成为我们自己的思想负担 那么真的如果每天早上起来 都是被梦打扰的觉得很疲乏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先从自身调解 比方说我们平时是十点半睡觉 我早上起来刚好是在做一个很激烈的梦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推迟 因为我们一个睡眠周期就是45分钟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推迟半个小时入睡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睡眠节率稍微的有些调整 在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 刚好避过我们的快动眼期 进入到下一个周期 这样的话可能会使我们这种多梦的感受会轻一些 如果这种频繁的多梦 会导致我们早上起来的这种状态不是很好的话 我们也可以建议大家到神经精神科门诊 可以稍微吃一点辅助睡眠的药物 来减少我们做梦的这种情况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